嗨,大家好,我是老杜 今天這支影片我想要跟你們分享我創業成立行號的過程 那如果你也是創業者,想要建立自己的行號的話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助到你們喔 營業登記有分公司還有行號 我辦理的是免開統一發票的行號 免開統一發票的行號,營業稅只要1% 比較適合剛起步的小規模營業人 不稅局會每三個月寄一次繳費單給你 繳稅金額的話是由國稅局 核定你每個月的營業金額吹以1%營業稅 然後再吹以3個月 這就是你要繳的營業稅 如果你跟我一樣營業登記在自己的住家的話 有以下幾點要注意喔 第一個是房屋稅的稅率會從原本住家的1.2% 改為營業用的3% 第二個是地價稅 地價稅的話會由原本住宅用地的0.2% 增加到營業用地1%至5.5% 第三個是土地增值稅 土地增值稅會由原本的10% 增加幅度大概20-40%左右 以上是住宅改為營業用稅率上的一些變動要注意的地方 接下來我帶大家看一下我當時線上申請營業登記的部分 首先進入這個網站 然後加入會員 加入會員之後呢 點擊左邊的開始線上申請 按鍵資料都填好之後呢 來到右邊的商業預查資料 這邊你要幫自己的行號取一個名字 例如我是用老杜不是大叔影像工作室 這邊要注意喔 行號不同縣市登記的話不能重複 最好取一個印象深刻又好記的名字 如果你之後要簽到別的縣市的話 還要確認名字有沒有跟別人重複到 因為我是攝影工作室 所以我選的營業項目是 攝影業 還有無店面臨售業 還有除了許可業務外 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營利 事業分類 這部分大家參考就好了 要依自己的行業別去做選擇 好資料填完送出之後呢 會需要繳一個名稱預查的費用 我記得是150塊 隔天我到網站確認名稱就已經通過了 所以我就開始找廠商做我的公司長 公司長是之後填營業登記申請書會需要用到 所以你會需要先刻好你的公司長 公司長的名稱呢 就是你預查通過的 行號名稱 等你拿到公司長之後 你就可以去市政府辦營業登記了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我沒有在線上直接辦營業登記 是因為我沒有辦自然人品證 所以我只有在線上辦名稱預查 後續就要親自跑一趟市政府 那到市政府辦營業登記要帶什麼呢 第一個是 身份證的證反面影本 第二個是 房屋的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房屋的建物所有權狀是長這樣子 就是你營業登記地址的那個地方 那因為我登記的地方是和我男朋友共同登記的房子 所以我還有填一份房屋使用同意書 就代表說有經過我男朋友的同意 我才可以去做營業登記 第四個是 負責人的私章 就是你個人的印章 還有行號印章 就是你去科的公司章 第五個是營業登記費用1000塊 第六個是營業登記申請書 這個你之後到市政府去拿就可以了 因為我在線上下載的那個時候櫃台說 規格有點問題 所以我建議還是現場拿比較不會出錯 到市政府之後記得跟櫃台或者是文件區 拿營業登記申請書填寫 那等資料交出去然後繳完1000塊的費用之後就可以到國稅局辦理稅籍登記 稅籍登記的話要攜帶身份證正版面銀本 個人私章 房屋稅單 還有建物所有權狀銀本跟房屋使用同意書 基本上都跟市政府的營業登記要帶的東西差不多 那他們的作業時間大概我記得等不到10分鐘就OK了 隔天我就接到國稅局打來的電話訪問 他問我主要拍攝哪種類型 還有 拍照的使用面積大概會用到多大 還有提醒我每一季都要繳交營業額給他們核定 他們主要就是想要了解你營業登記的工作性質 還有你營業場所的使用範圍 電話結束大概 兩到三天吧 我記得我就收到國稅局寄來的公文了 公文就講這樣子 一共有兩頁 上面就有你的 統一編號 還有稅籍編號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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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 關於營業稅的規定 這樣就完成營業登記的所有流程了 總結一下營業登記我總共花了幾天 名稱預查一天 訂做印章 還有包含印章寄送的時間 大概三天 好市政府營業登記 然後去國稅局 再來接到他們的電話 大概三天 然後拿到公文是又等了三天 所以大概花了十天的時間就OK了 不到兩週的時間就完成營業登記 對我來說 真的 比我想像中簡單 因為我以為 就是跑政府流程要很麻煩 那我為什麼會想要辦營業登記呢 理性上是因為我們的住宅改為營業用 勢必要營業登記 再來呢 是因為我覺得 會對自己的事業更有 動力去衝刺 那個責任感跟 使命感跟以前默默接案的時候 是完全不一樣的 會期許自己的事業版圖可以更上一層樓 例如我最近還向Google申請了商家 這樣大家可以在Google map上搜尋到我的工作室 就是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質 局限在個人化的平台上吧 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看見 那以上呢 是我個人的主觀經驗分享 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營方式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你們的收看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創業的資訊 想要我分享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掰掰